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顺理成章地说出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希望他放过我 那你是真的希望他放过你 还是在演戏啊 当然是演戏了 我还是喜欢他的 只是他这么套路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那他万一真的放弃了呢 他可能只能说明他没那么喜欢我吧 我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 你说你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让他以为你变心 你直接让他以为 你因为他骗你 所以你伤心地离开 那也不照样能够让他伤心欲绝吗 错 如果他真的以为我是失望离开的 那他还会追悔我 毕竟他觉得失望是可以挽回的 但是我想让他知道的是 套路的后果 就是我在失望之后 还会爱上别人 失望是跟他爱情的终点 但却是我跟别人爱情的起点 是有经历过失去 咱们最终获得教训 果然 最毒负人心 还有第二点 为什么会找我 你应该知道 我是巴不得发布会失败的吧 因为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你们的公司 根本不感兴趣 你之所以整天在公司晃悠 只是因为 你是个变态地空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约定好了 一旦发布会结束之后 马上就告诉你真相 那发布会那天 江绝跟我说 你们分手也是计划之一 当然不是 这个发布会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我能不知道吗 只是 我算错了一点 江绝 计划提前 我很好奇你跟发布会 到底哪个对小孩更重要 没想到还受到了意外之血 第一次看到我的蠢弟弟 气到打人 这件事情最大的赢家就是江绝了 他提前把你们的父母请到了现场 然后顶着一连装都盖不住的伤 去担当主持人 成功让你父母打消了想让他继承公司的念头 还买了个昨日约定最惨主持人的热搜 成功营销出圈 下载量突破了手游新高 还顺便解锁了 弟弟的第一次发飙 感谢您的观看 现在我们下载量演奏 离开 几次 明镜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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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